第十四集 只是这道金色的光滑就是那翅膀的力量 东方菲儿摇摇头 那翅膀哪里去了 难道被自己吃了不成 随着意念 一对绿色的翅膀带着金色的光滑 出现在东方菲儿背后 风尘西张 东方菲儿反倒吓了一大跳 忙着扭过脖子想要查看 喜欢那翅膀是一回事 她可不想自己长了两对翅膀 成为一个怪物 可不是就在她背上 竟然冒出一对翅膀来 东方菲儿吓得直接就从地上跳起来 但是出乎她的意料 那翅膀几乎是本能的一斗之下 她甚至晃悠悠地就飞了起来 哎呀 这个洞府虽然不小 但也不大 绝对容不下她展翅高飞 眼看着就要创向顶部的石头 东方菲儿吓了一跳 急速地向下坠入 耳内翅膀也在一瞬间消失得无言无踪 东方菲儿轻飘飘地落在地上 偏着脑袋想了想 难道说这翅膀竟然融合到自己的身体里和本身融合成了一体 而且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识想要的时候它就出现 不用的时候自然消失 听说法宝都是这样的 可是想要把法宝融合到身体里 好歹也需要到固灵境界呀 她现在不过是一个固灵境界中期的修灵者 怎么可能融合法宝 除非这个翅膀比较怪 东方菲儿一边想着 一边把洞府略加收拾了一下 丢了个净化树作为打扫 然后向着洞府外飘去 她想要去试试这对翅膀 是不是真的能够飞 要是不能飞 这翅膀也积累得紧 还不如将来灵气修为深厚了 境界圆满了 自己练习预风术呢 那个炫光之舞的预风术 不但姿态妙慢如仙 而且变化无穷呢 走出洞府 外面西洋西斜 硬衬着远处的蓝天壁波 晚霞满天 东方菲儿意念一动 那两只翅膀再次冒了出来 而且平铺开时 足足有三米左右 一只大概有一米半长 呈现淡淡的翠绿色 天生又带着金色的光滑 在阳光底下 煞是好看 东方菲儿心中明白 这翅膀果然和法宝一样 是根据它的意念控制的 不用的时候 完全可以收入体内 不用担心有人看到 把它当成怪物 事实上 它这个担心 纯粹是多余的 这里是灵界 修仙者满天飞 法系法宝层出不穷 就算长出两对翅膀 也没人当它是怪物的 灵力运转之间 翅膀已经拖得 它整个人飞了起来 越飞越高 东方菲儿有些害怕 但更多的却是兴奋 不断地扑朗着翅膀 向天空中飞去 在空中飞了一圈 又再贴着海面 飞了一阵子 玩弄了一下海水 还学着战斗机的样子 在空中转悠了一圈 把自己转悠的 晕头转向的同时 也多少 掌握了一下 飞行的技巧 这翅膀 虽然不知道 是什么法宝 飞行也算方便 但在高空 风势太猛的话 严重地影响它的速度 而且这翅膀 也是靠灵气和体力支撑的 想要飞得更快更高 还是需要多练习 多修炼灵气 这翅膀和手脚一样 似乎已经成为 本身的一部分 完全可以随着意念的控制 但也一样需要 体能和灵力的支持 东方飞儿 扑愣着翅膀 贴着海面发呆 这翅膀 不知道还有什么功用呢 那金色灵气 杀伤力极大 无疑是打架结射 杀人灭口的 博尔法宝 而这翅膀 就目前对于像 楚浩然那样的修仙者来说 恐怕就是鸡肋 没什么作用 难怪他不屑一顾地抛给自己 东方飞儿一边想着 一边在海边一块大大的礁石上停了下来 收起翅膀 脱了鞋袜 把脚泡在海水里 轻轻地晃荡着 如今天色江湾 彩霞漫天 抬头是蓝天白云 下方是碧波万寝 就连这海滩上的沙子 都是纯洁的白色 偶然一颗色彩斑斓的贝壳 映着落日余晖 竟然焕发出惊心动魄的美丽 东方飞儿轻轻感慨 人界科技发达 却人人不思进取 生老病死 全部交付于天意 确实是公平合理 众生平等 可人界的污染 也越来越严重 灵界的天空 纯净透明 几乎不存在污染 人人向往修仙 问道长生 东方飞儿急目远眺 突然惊讶地发现 在碧波万寝的海面上 竟然出现了一只小小的木筏 正向他这边劲似地滑了过来 这怎么可能呢 东方飞儿有些惊讶 使了个净化术 赶紧整理好鞋袜 漂浮在海面上看过去 果然远处那只木筏 确实是向着小岛方向而来的 楚浩然说过 在这小岛的外围 有着海雾弥漫 一般人根本就发现不了 这小岛的存在 倒不知道这木筏上的 却是什么人呢 东方飞儿想了想 取出楚浩然给他的隐身符 用灵气打开 隐去身形 然后展开翅膀 向着那木筏飞了过去 先看看这木筏上的是什么人 在做打算 等着东方飞儿 飞到木筏前的时候 他不禁呆了呆 这木筏上只有两个人 一个青年躺在木筏上 脸色苍白如纸 连着嘴唇都已经裂开了 甚至隐约之间 东方飞儿都能够 闻到他身上的恶臭味 而另外一个人 带着一个大大的斗笠 挡住了脸 手上青筋抱起 用力地划着木筏 东方飞儿从那人的 手部肌肉判定 他应该不年轻了 而且这人身上 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铠甲 同样也是一身恶臭 好像长时间 寝泡在海水中 还没清洗一样 东方飞儿仗着有隐身符 小心地扑朗着翅膀 又靠近了一些 大量躺在木筏上的那个人 这个人 似乎受了很重的伤 而且还没来得及及时救治 加上在海上漂泊得久了 看着情况很不妙 但有一点他是可以保证的 这个人还活着 正当他垂手打量着 躺在木筏上的那个人的时候 突然一道灵力的刀光 对着他就狠狠地砍了过来 东方飞儿大吃一惊 几乎是本能地身子一晃 仗着炫光之舞 堪堪从刀光底下闪了开去 饶是如此 翅膀差点就被一刀砍掉了 吓得东方飞儿连忙展开翅膀 飞高许多 检查了一下 这隐身符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他使用的是 楚浩然给的隐身符 他最近恶补了很多修仙的知识 自然知道 除非有谁的修为超过楚浩然 否则是绝对看不穿他的符咒的 东方飞儿低头看了下去 那人抖离底下的眼光 竟然宛如是刀子一样 冷冷地在海面上搜索着 这个人难道就是武者 古老先生陨落的时候 把自己在仿式内的书店给了他 东方飞儿在看了很多的金书后 才知道原来就算在灵界 也不是人人都可以修仙的 必须天生具备慧根 才可以感悟天地灵气 成为修灵者 而另外一些人 却强悍地锻炼肉身 修炼武技成为武者 这些人虽然不能妄图长生 但炎年益寿 甚至仗着武技 纵横月清大陆的 也为数不少 因此在月清大陆上 武者事实上要比修灵者多得多 而修仙 那些真正的修仙门派 是从来不管凡尘俗事的 就算能够感悟天地灵气 修灵者每一个境界的晋级 都非常艰难 就算天生拥有慧根 能够感悟天地灵气 也未必就能够有大成就 这个斗笠人 很显然就是一个修武者 只是不知道 这修为到底有多高 而且他应该是根据修武者 特有的敏锐感 感到了他的气息 所以这才出刀攻击 但事实上 他应该是没有看到他的 东方菲尔这么一想 倒是放下心来 只是也不敢再贸然下去 想了想 别人的死活也不管他的事啊 不如早些回去 躲在山洞里 那里有楚浩然的防御阵 比较安全的 可终究是年轻人的心性 浩动得紧 哪里憋得住 加上这些日子 一个人住在山洞里 早就憋得难受了 如今好不容易 看到海上来了两个人 因此 飞飞停停的 眼睁睁的 看着那木筏 进入海雾里 向着他隐身的小岛 驶了过去 东方菲尔也飞进迷雾里 那斗篷人不光是刀块 划木筏也挺快的 很快的 那木筏 就到了小岛边缘 斗篷人似乎也松了口气 费力地把木筏 推上沙滩 如今太阳已经落下去了 沙滩上并不像白天那么炙热 凉爽得紧 斗篷人走到木筏上 抱住那青年 轻轻地叫道 公子 公子 我们有救了 我没有记错 这里果然有一处小岛 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清水和食物 然后就等着救援的船只来 东方菲尔轻轻地飘浮在他们的上空 大概是听到那斗篷人的叫唤 原本一直闭着眼睛的青年人竟然睁开了双眼 只是他的眸子里也同样黯淡无光 死气沉沉的 老师 青年人重重地咳嗽两声 这才低声问道 联系到我们的人了吗 公子 放心 我已经联系上我们的人了 只要在这里能够坚持上三天 就算大公子的人找到我们 也奈何不了您了 斗篷人低声道 这个小岛非常隐蔽的 外面海雾泥漫 成为天然的屏障 不知道的人绝对找不到这里 这岛上应该有清水 我们再打些野味 渡过三天绝对没问题 只是 只是您的伤 可怎么办才好 放心 我 我还撑得住 青年人又咳嗽了一声 低声道 只要有清水 三天 不会有问题的 东风 这才看清那斗篷人的年龄模样 大概四五十岁的模样 脸上有着一道伤疤 加上满脸的胡子茶 一身肌肉结实 看着像是人界电视剧 看着像是人界电视剧里的坏人 尤其那一对眼睛 冷力得很 不用化妆 也绝对有着扮坏人的潜质 半夜出门吓哭小孩子 那都是肯定的 然后 东方菲尔就看着那个斗篷人 把木筏藏到了一处焦石的后面 又把那个青年人也找了一处比较大的焦石边 让他靠着坐着 又嘱咐了几句 这才起身向着小岛上走去 想来是去找食物和水的 东方菲尔在一边看着 心中暗道 幸好 人界没有隐身符 否则 那些狗仔队拿着这个 跑去拍明星的隐私 还不易拍一个准 天天报纸头条的 都是某某某明星的花边新闻了 最后 他得出的结论是 隐身符 那绝对是偷窥必败 当然 如果让别的修灵者知道 他拿着高阶隐身符而偷窥 只怕会被活活气死 一般修灵者的隐身诀 都不能维持多久的 也隐藏不了本身的气息 一般来说 只能够骗骗普通人 瞒不了同境界 或者高境界的修灵者 只有那种高阶的隐身符 才具备这样的作用 而高阶的隐身符 同样是千金难求 谁偶然买到一张 也都小心珍藏着 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可不像他这样 纯粹无聊拿来偷窥别人 而那个斗篷人是个糊涂蛋 东方菲儿在心中赋菲不已 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就这么把这个年轻人 一个人丢在沙滩上 等下如果涨潮了 或者是有个什么野兽出没 还不把这青年直接留了账 所以他巴巴的在海滩上等了足足半个时辰 夜色降临 等着那个斗篷人匆匆赶回来 他才展翅飞向自己的洞府 等着飞远了 他才哼着小曲儿道 亲爱的 你慢慢飞 穿过丛林 唱了一半 想到那句慢慢枯萎 不禁催了一口 骂道 呸 不吉利的歌 哼 以后还是补唱了 小岛上无端多出两个人来 东方菲儿看着那温泉池只得叹气 以后想要泡个温泉枣 也不能够肆无忌惮了 毕竟这地方多了两个人 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天地了 不过 听说 那两个人最多在小岛上居住三天 三天之后就会离开 到时候 这个小岛 还是属于他一个人的 很快 这东方菲儿 再次有了阿Q心态 打开防御阵走了进去 想着 前世的时候 可是一房难求 很多人忙碌了一辈子 就为了一套房子 这辈子倒好了 我竟然能够轻易地 有这么一片小岛 还有那么大的温泉池 想想 这东方菲儿还是挺得意的 无意中拥有了翅膀 这个能够飞行的法宝 让他心情大好 晚上 盘西坐在石床上 开始修炼灵气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突然之间 他被外面的声响 惊醒过来 东方菲儿一愣 感觉有些不对劲 忙着整理一群 然后用炫光之舞 飞了出去 匆忙之间 还不忘捏了个眼神绝 月花如水 而就在防御阵的外面 白天所见的 那个斗篷人 背着那个年轻公子 已经退到防御阵前 横刀而立 而在斗篷人的面前 阴森森地立着一个 黑衣蒙面人 这个连着脑袋 都蒙在衣服里的人 手里还握着一把 蓝幽幽的弯刀 仔细沉沉的 如果不是已经死过一次 知道这地府里 并没有死神的存在 东方菲儿都要怀疑 这个人会不会就是死神 这造型也太像了 但是这些人 打架就打架好了 跑他这里来做什么 东方菲儿一念未了 却听得那个斗篷人 大声喝道 在下安宁 在海上遭遇歹徒袭击 如今少主重伤 无意冒犯贵府 只求先师援手 祝我驱出强敌 将来我家少主 必有重谢 东方菲儿听得一头雾水 拿着手指点着自己的鼻尖 向他求救 有没有搞错 是个人都可以一只手掐死他的 可拿什么去救人 第十四集 完